韩州亚运会音乐作品 全球真集活动 起动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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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住在杭州 Put your hands up 如果你爱上杭州 Put your hands up 杭州也会爱上你 Put your hands up Love Paradise Love Paradise The city every dream can stay Gally Long Day 这边是杭州 Gally Long Day 这边是杭州 Gally Long Day 这里是杭州 Gally Long Day 这里是杭州 Love Paradise See everything can stay Oh 掌声在哪里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杭州亚运会宣传形象大师 世界顶级钢琴大师朗朗 还有来自我们杭州本地的说唱歌手 中期为大家带来的联合演出 同时呢 也要感谢我们刚才看到的三位 非常非常可爱的杭州亚运会的 吉祥物的小朋友 丛丛 陈陈和连练 你们辛苦了 好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最后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互联网云端的 人数众多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 亚运好声音 西子来传运 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的 发布仪式的现场 联合创造美好未来 本台晚会由西子联合 独家冠名 大家好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沙童 各位好 我是浙江卫视节目主持人 罗西 Good evening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dear friends Welcome to Musical Asian Games Resonate with Xizi The launch event of the first selection of musical works for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2022 I'm胡杰 from浙江TV station 各位好 我是来自浙江电视台的 双语主持人 胡杰 作为奥林匹克精神 和文化的重要的载体 那么杭州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 今晚将会在这里 正式发布 向全世界唱响 属于我们中国的声音 你们两位 都是来自本地的主持人 是 我是外来主持人 其实呢 有没有知道 每次来到杭州 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吗 就去打卡西湖 打卡西湖 没错 因为西湖呢 已经是杭州的一个地标了 说到西湖呢 古往近来 真的是无数的文人莫刻 为之赞叹不已 而书能详呢 就是那句苏东坡先生的 欲把西湖比西子 那么刚才呢 我们在大屏幕上 也曾经看到了 在印象西湖舞台上 那种动人的舞姿 无不显示着西湖的柔美大方 而随着亚运会的日益临近 一具铿锵有力的杭州 在这里更是传达出了 我们对杭州 对中国 对亚运的自豪 2021年啊 是杭州亚运会筹办的 攻坚之年 那杭州亚组委呢 是克服了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将品牌亚运 体育亚运和城市亚运 齐头并进 将工作做到是奋勇争先 今天呢 距离杭州亚运会的开幕 还有547天 我们迎来了杭州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 发布的日子 没错 自2020年6月23号 杭州亚运会音乐作品 全球征集启动以来 来自全球的音乐人 和热爱这方面的音乐的爱好者们 都参与其中 像抖音分赛区啊 网易云音乐赛区 高校分赛区和总部赛区 都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各行各业的大量原创作品 那么在其中呢 有十首优秀歌曲作品 十首优秀乐曲作品 和十首优秀歌词作品 他们都要在本次活动当中 以首批优秀作品的形式 在今天晚上 首次和大家见面 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 好 接下来呢 亚组委 亚组委 亚参组委副秘书长 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郑瑶 亚参组委副秘书长 浙江省残联理事长蔡国春 浙江广电集团党委书记 总裁 吕建楚 亚组委副秘书长 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契孝虎 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 政法委书记 许明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杭州市总工会主席 郑荣胜 亚组委 亚参组委副秘书长 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 江干区委书记滕永 杭州市企业家协会会长 西子联合贡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水福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大家辛苦了 那么参加今天活动的还有 亚组委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 杭州亚运会音乐作品 评审委员会代表 各赛区负责人 优秀音乐作品创作者代表 杭州亚运会监督委员会成员代表 亚组委各部市负责人 协办城市 省部署 办赛单位有关负责人 官方合作伙伴 及赞助企业单位负责人 西子集团 特邀嘉宾和员工代表 以及来自中央 省市新闻单位的朋友们 欢迎各位的到来 当然 各位正在通过网络直播 关注着我们本次活动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通过杭州2022年 第19届亚运会亚组委 官方网站 杭州2022年亚运会官方微博 杭州2022年亚运会官方抖音 亚运频道 这将会是官方微博等渠道平台 来观看我们本次活动的 精彩盛况 好 那么首先呢 让我们 有请今天 立临现场的亚组委 亚参组委 副秘书长 杭州市副市长 陈卫强上台为我们致辞 首先让我们欢迎 陈卫强 杭州2022年亚运会 主席总监 杭州2022年亚运会 今夜的小脸花 星光闪烁 流光异彩 我们荒聚一谈 共同期待和倾听 杭州亚运会首批 优秀音乐作品 这是亚运筹办的 六页重要里程碑事件 在此 我今代表亚组委 对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 押运会是亚洲 规模最大的 数学性运动会 是亚洲各国 文明交流互建 共同进步的 体育文化盛会 作为主办城市 杭州 始终坚持 体育亚运 城市亚运 品牌亚运 齐头并进 统筹推进 各领域筹办工作 尤其重视 品牌亚运 丰富内行的挖掘 和亚运文化产品的打造 体育和音乐 都是人类通行的世界语言 世界体育史上 一大批 金鼎体育音乐 广为传唱 成为 力久不塞 成为 独具魅力的 赛事遗传 和上官的 印记 剧本一节成功的 亚运盛会 同样需要优秀 音乐作品的助力 维持 第二件 经过多人评讯 首批30首音乐作品 推演而出 即将发布 在此 我竟想为本次增结工作 付出新型劳动和 专专专业资会的 专业资会的广大 气息 传递了 阳阳 向上的体育精神 掌性了 主办城市的 悠久历史 和文化魅力 表达了 共进亚洲 和 人类 命运 共同体的 愿景 我们期待 在后续 开展的 定向 增结中 能够继续 增结到 更多 优秀 音乐作品 持续参详 亚运 好声音 我们相信 伴随着这些歌曲的传唱 韩州亚运会的 佳音 和 中国人民的 美好祝福 将 跨越 万岁 青山 传遍 亚洲 传遍 全世界 始逢 春正好 阳芳 再启程 今年 使韩州亚运会 攻进 决战之年 伴随着 金王的 动论旋律 全体亚运人 将 肩负 新使命 踏上 新征程 让我们 临心俱力 攻坚 克囊 为全力兑现 把第十九届 亚运会 办成 具有中国特赦 浙江风采 韩州运味 金采分成的 体育文化盛会的 上映承诺 而 砥砌 奋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陈市长的致辞 那么我们 杭州亚运会 优秀音乐作品 征集呢 第一阶段 一共是历时 206天 收到的应征作品呢 是 2102件 那么经过 赛区初选 评委打分 专家评议 亚组委研究 最终是产生了 30件首批 优秀音乐作品 产生的过程 相当的有趣 相当的艰难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共同来了解一下 优秀作品 产生的整个过程 来看大屏幕 杭州亚运会 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 交汇期举办的 重大体育文化盛会 为全力把十九届亚运会 办成具有中国特色 浙江风采 杭州运尾 精彩分成的体育文化盛会 杭州亚组委 统筹推进体育亚运 城市亚运 品牌亚运 高标准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体育源于人类体能上的 自我突破 音乐来自人类心灵上的 激情迸发 体育 音乐 共同构成 人类最美的语言 作为亚运筹办过程中的 重要里程碑事件 2020年6月23日 亚组委正式启动了 杭州亚运会 音乐作品征集活动 第一阶段征集 主要面向社会公众 下设总部赛区 抖音分赛区 网易云音乐分赛区 高校分赛区 四大赛区 齐齐发力 线上线下 同步征集歌词 歌曲 乐曲 海内外专业音乐人 全国11所专业音乐院校师生 广大音乐爱好者 踊跃参与 共收到应征作品 2102件 春节前后 评审工作 如火如荼开展 经赛区初选 评委打分 专家评议 亚组委研究 最终产生了30件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 之所以说 这次优秀音乐作品 产生的过程 有点艰难 就是优秀作品 实在是太多了 262天 我们收到2102件作品 从中要选拔出 30首作品 难度可想而知 好吗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揭晓的时刻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揭晓 杭州亚运会首批 优秀音乐作品 让我们有请 亚组委 亚蚕组委副主席 杭州市委副主席 市长刘欣 来发布 杭州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 现在是时间 让我们展示 第一次的节目 在《亚州19th Asian Games》 2022年 欢迎来到刘欣 总统主席 和总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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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 共同揭晓 看一看 我们杭州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 究竟是 《花落谁家》 来我们全场倒计时 三 二 一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刘市长 请入座 下面呢 让我们详细地了解一下 这30首优秀音乐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大屏幕上 已经是打出了 杭州2022年 第19届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 共分为 歌曲类 歌词类 乐曲类 首先为大家宣布的是 获得杭州2022年 第19届亚运会 首批优秀歌曲作品的 是 Asia The Sun Races 作曲 许千涵 作曲 李林 共词时 作词 李之巧 作曲 赵嘉义 欣欣相容 作词 王生宁 作曲 郑争争 青春飞扬 作词 韩瑞祥 作曲 陈思 亲爱的亚西亚 作词 诗详 作曲 王后期 Make it 作词 穆小雅 作曲 穆小雅 杭州你好 作词 杨阳 作曲 杨柳 我爱杭州 作词 诗详 作曲 秦健 详约杭州 作词 陈平 张全 作曲 张盈 祝福 亚西亚 作词 英义 杭 许千涵 作曲 颜东 好 恭喜各位 接下来 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获得 杭州 202年第19届亚运会 首批 优秀 乐曲作品 他们是 最美的遇见 作者 崔敬阳 亚运传奇 作者 程 惠聪 最武音歌 作者 郭继元 最美前方 作者 李兴亚 2022 未来一起来 作者 梁志柯 九州欢腾 作者 魏志鹏 好梦 向未来 作者 孙坤 向晚 西照 作者 袁新仪 杭州亚运会 原创主题旋律 作者 王锦林 杭州 小巷 作者 张朵 恭喜各位 下面为大家宣布 获得杭州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首批优秀歌词作品的是 再一次握手 作者 杜松轩 杜宇辰 苏青 梦的彼岸 作者 黄群 亚西亚 朝永 爱达未来 作者 潘建勇 爱达未来 作者 向正坤 欣欣相容 作者 燕永明 梦源东方 作者 刘勤 最美 作者 王金元 亚运之歌 作者 温娜 为亚洲贺彩 作者 刘洋 共创未来 作者 张汉言 恭喜各位 恭喜 感谢一首优秀音乐 作品的作者 你们的创作 向我们传递了 用心交融 互相包容的理念 也给亚运会 留下了 永恒的记忆 感谢你们的付出 其实呢 在整个评选过程当中呢 我也有参与 听了很多很多的好歌 今天呢 在这里揭晓之后 真的愿意跟大家 共同分享一下 现场的观众 你们想听吗 OK 马上为大家带来 马上为大家带来 今天呢 我们将会 把这些优秀作品 请出三位 从浙江卫视 中共好声音舞台 走出的音乐人 为大家进行 一一的演示演绎 他们究竟是谁 我想让大家猜一猜 你们注意听啊 第一组 一共有三位 第一位是谁 他以极具特色的 音色和唱腔 让世界之脚 过关斩将 一举拿下了 2019年 中国好声音的 年度总冠军 第一位 第二位 曾以一曲 轻美优柔的 从前漫 并四位导师 悉数转身 继经四座 他又是谁 第三位 他的声音 有一点点沙哑 但是呢 又自带娃娃音 每次都能够 把不同风格的歌曲 演绎出自己的味道 成为了 李荣浩导师的 得意门声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有请出 歌曲的演绎者 中国好声音 2019年年度的 总冠军 邢寒铭 优秀学员 叶炫青 李凡一 我相信各位 是相当的期待 同时呢 与他们合作表演的 是由崇尚 工匠精神的 西子员工 和优秀奋斗者 代表组成的 西子合唱团 西子联合秉承 联合创造 美好未来的理念 今晚 他们将再次发挥 西子联合的 合作精神 和好声音的学员们 共同演绎 三首歌曲 分别是 我爱杭州 相约杭州和 亲爱的亚西亚 我们掌声欢迎 一行阳流 一衣服脸庞 一行言语 纷纷续一声 西子姑娘 红唇淡淡浊 一席情依止 在丝绸上 一面深水 静静入梦乡 一面城池 处处飘归香 千堂人家 住在花钟亮 一壶龙浸泡着 明月光 我爱杭州 心生向往 那是人间最美的天堂 苏是无辜似海的 苏别 唯独它是年年难忘 我爱杭州 情生一场 那是难舍难痕的地方 如果所有欲望可实现 我要陪在他的身旁 身旁 身旁 我是一方来自传熟的鱼 手面吞日月云泪如惊怀 五千年风雨 我的声音依然傲迈 相约航舟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总情会洒青春风采 相约航舟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风里追逐梦的精彩 二零二二 我们一起来 总情会洒青春风采 二零二二 我们一起来 成日子我永远待 不难连着高架桑 从华里到珠峰 为鹅皮锦锈 深深仰望 星空闪耀的地方 山脉连山脉 像一幅花 美不胸胸 亲爱的呀 信仰我们一起走 带着青春骄傲出发 一无分下幸福自由 亲爱的呀 信仰我们一起走 只要有梦就去追求 就会实践和平烦热 就会实践和平烦热 好 在此感谢三位歌手和西子和唱团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 各位您正在收看的是 亚运好声音 西子来传运 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首批优秀音乐作品的发布晚会 联合创造美好未来 本台晚会由西子联合独家冠名 那么其实呢 这次歌曲征集活动呢 是杭州亚运会 第一次的音乐作品的征集 这次征集活动呢 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刚才说了 我们说到作品有多少 2102件 而且这些作品呢 来自世界各地 各行各业 在众多的优秀作品当中呢 有一首歌曲 大家觉得特别特别的特别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因为你应该从中能够感受到 一股完全不一样的力量 实话实说啊 这个作品呢 它的小样是由一群孩子录音的 非常稚嫩的童声 其实唱的并不是特别的整齐 但是会有一种 直击人心的感觉 他们呢就是来自七色星球浙江特殊儿童艺术团的投稿作品 是的 七色星球浙江特殊儿童艺术团啊 他们会定期呢招募患有自闭症 唐氏综合症等疾病的孩子们入团 并且通过非常专业的戏剧 音乐美术等培训和指导 帮助孩子们进行艺术疗育 让他们能够找到缤纷的色彩 能够感受到我们世间的温暖和美好 有时候大家觉得他们是特殊的 但是我感觉他们是最棒的 因为有时候这个世界说起来呢 真的有点点不公平 但是你要有信心 阳光总会穿透厚厚的云层 统直达地面去温暖每一寸土地的 是的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 中国好声音2020年度总冠军 当然他也是刷新了各大音乐榜单 引起全民热议的新生代青年歌手 善依纯 他要和这些孩子们一起 用最温暖的歌声 用最动听的感受 为我们带来 我们在一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来自远方 带着星星和月亮 来到你的家乡 寻找希望和梦想 我有些迷茫 你让我看见了远方 我希望更强 你让我挺起胸膛 站在舞台的中央 寻找你的脸庞 和我繁星布满天际 仿佛寒地在闪光 谢谢你的汗水和你万天的模样 就拉起你的双手 雪球充满心怀 静起海洋 照片到地 飞跃的平衣 创造奇迹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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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感谢一纯 太棒了 把掌声送给你们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我们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我们在一起 在歌词当中大家也听到了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这句话是他们艺术团的口号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歌曲的背景吧 这是以他们第一次上台演出的背景 为灵感创作的一首歌曲 今天在这里有一纯 还有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还有就是他们的老师 陪伴他们一起演出 在中头的老师当中 其实有我的一个熟人 来 我们请出吴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知道他是什么项目的吗 他以前是运动员 是前中国国家女子体操队的运动员吴柳芳 他很厉害 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获得过很多很多的冠军 擅长的项目有什么 平衡目 高低杠 自由操 那么在退役之后 就来到了艺术团 做公益的体操老师 柳芳 您好 那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在退役之后 为什么会选择到艺术团做老师呢 因为我觉得通过体育锻炼 能带来健康和积极和快乐的心态 能让孩子们更加活泼开朗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特别感动 特别快乐的时刻 有的 就是有时候孩子们会突然 跑过来抱着你 然后笑嘻嘻地看着你 然后和你说他们的悄悄话 就能感受到他们的童真 是有非常开心的事情 悄悄话我们就不问了 非常的有画面 非常的温暖 那我想问一下 我身边山姨淳 刚刚和孩子们一起 合作唱歌 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温暖的歌 然后我觉得和这些小朋友一起唱歌 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孩子们加油 也一起为亚运加油 就像那句话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其实这些孩子们 他们相聚在舞台上 真的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格外耀眼的感觉 当然也让我们为之动容 两个亚运同步筹办 同样精彩 其实我们作为杭州的每一个市民 我们对杭州亚运会真的是充满了期待 同时呢 我们也真的非常渴望 能够为亚运会贡献出 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因为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这样沙童 我能不能有一个提议 说 我特别希望我们现场 在座的各位来宾 我们现场可不可以 一起说出这一句口号 让我们一起来鼓励这些孩子们 鼓励我们的亚运 鼓励亚运运 好 口号是什么呢 我们在一起 就会了不起 好吗 三 二 一 我们在一起 就会了不起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山一纯和吴柳芳的分享 谢谢你们 也谢谢可爱的孩子们 谢谢大家 正如我们亚运会的口号 所倡导的那样 欣欣向荣 爱达未来 西子联合也是成立了 西子慈善基金会 持续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 我们相信 如果有更多的人 关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就会有更多的光亮 照亮那些角落 那么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 也将更加美好 运动青春 活力亚运 那么作为亚洲地区 规格最高的综合性运动盛事之一 亚运会是运动健儿青春的赛场 更是全民运动活力的缩影 接下来 元气满满的女子偶像团体 AKB48 Team SH 将为我们演唱杭州亚运会 优秀歌曲作品 杭州你好 欣欣相融和MAKE IT 他们将用充满活力的唱跳舞台 致敬亚运 期待亚运 掌声有请 杭州你好 洋云赛场激情澎湃 杭州你好 云洞间而风度翩翩 杭州你好 此刻我们心心相容 杭州你好 爱到未来真情相拥 杭州你好 洋云赛场激情澎湃 杭州你好 云洞间而风度翩翩 杭州你好 此刻我们心心相容 杭州你好 爱到未来真情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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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了一个信念超越极限 向着前方将潮流激荡的景点 就让我和你见你奔跑过终点 一路爱向前 彩虹早已在心间 每一幅画面都在记录永远 星星笑容梦想眼前 看那希望点燃起生命的火焰 是我是你 举起阳光照耀身边 要让世界把每生的彩虹听见 星星相容梦想眼前 看那奇迹将放在动用的瞬间 是你是我 带着和平来到身边 要让友谊牵手未来永不变 车外 有几身高明城市 一件件苏醒换上 熟悉的螃蟹融进 旅动的节奏 楼上的李爷爷 打起了拳 对接的张阿姨 捂起了剑 隔壁的小姐姐 接连着瑜伽 我从她们身边 紧握在 可见可念可盼 的人间不履不停息 在一遍一世一老的世界 努力获出意义 Make it make it We can make it make it Let us make it make it 坚持就是小奇迹 Make it make it We can make it make it Let us make it make it 跟你平凡 挥去彩色的奇迹 Make it make it We can make it make it Let us make it make it 原始就是小奇迹 每天美 We can make it make it We can make it make it Let us make it make it 天地平凡 挥去彩色的奇迹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女生 给我们带来青春活力四射的歌舞作品 谢谢你们 谢谢 那么本次我们杭州亚运会音乐作品的征集活动呢 为了能够让更多热心亚运的老百姓 普通人都能够加入进来 我们除了征集这些歌曲作品之外 同步呢也征集了乐曲作品和歌词作品 那如果说歌曲是传递情感的重要方式 那么歌词在这其中就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杭州亚运会的宣传形象大使 同时也是本场晚会的主持人沙童 给我们带来优秀歌词作品 再一次握手的朗诵表演 掌声有请 亚洲雄风 歌声高亢 锦绣河山 灯火闪亮 跨越千山万水的格党 张开臂膀 再次迎接亚西亚的荣光 亚洲发展充满想象 命运与共远临近邦 奔向携手共进的前方 欢聚时刻 一起奏响新时代的交响 亚运圣火降临前堂 千年古城 神采飞扬 见证无与伦比的盛况 汇聚力量 用心 续写新征程的辉煌 赛场竞技 英姿萨爽 白隔蒸柳 何惧沧桑 聆听加油助威的鼓掌 相约杭州 奋力拼搏 做国家的动量 杭州在这里 相聚在一起 努力就已了不起 亚运在这里 联起我和你 一起创造新奇迹 好 掌声送给沙童 谢谢 杭州亚运会音乐作品的征集和发布 是亚运筹办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 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参与的亚运文化活动 而亚运会不仅是体育和文化的重要社会 同时他对于杭州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作用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他对杭州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常年从事着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研究 对中国的未来经济有着深远的洞悉和解读 那这位朋友他今天还要带来两位朋友 同时这两位朋友都是他们各自行业领域的叱咋风云的人物 并且他们要一起来聊一聊 聊一聊在他们这个行业是如何一起来助力杭州亚运会的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著名财经作家知名学者吴小波 大家好 我是写财经图书的吴小波 那我今天站在这里呢 更重要的是我是杭州人吴小波 我们说到体育运动我们会想起什么呢 我们会想起速度 想起力量 想起健康 想起快乐 你仔细想想啊 这些跟体育相关的元素 也是任何一座现代城市特别渴望的一种气质 所以一座伟大的城市都跟一些体育运动体育赛事 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的家乡杭州啊 它自古是叫东南迎圣人间天堂 以柔美婉约文明于世 二十年前呢 有人在这里燃了一把互联网经济的大火 又让他具备了一种勃勃向上的创业精神 我想2022年的亚运会又会以自己的方式 让这座城市具有一种跟速度力量相关的阳刚之美 所以作为一个杭州人 我特别期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也非常的感动 我们能够一起创造一个杭州千年造成史上的一个 新的高光时刻和新的城市记忆 接下来呢 我会邀请两位我的朋友 他们也是杭州人 谈谈他们和亚运会之间的关系 非比寻常的精彩盛会 谢谢大家 谢谢威亚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的另外一位老朋友 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企业家 他是杭州市企业家协会的会长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水夫 我们欢迎水夫总 在这 欢迎 两个杭州人说亚运 我知道我们西子联合的很多产品 都出现在全球的很多体育会馆 体育场所里面 那么问一个私人问题 你平时锻炼身体吗 其实我也是个老运动员 老运动员 08年奥运会 我也参加了 你是火炬手 我是个奥运火炬手 火炬手 所以我每天 现在也在锻炼 起码一个小时 有时候在西游边 有的人在运动场 只要有健康的体育 才能带领企业 长跑 其实企业也跟运动一样 是一个长跑的一个运动员 对 咱们认识二十多年了 但你做企业其实不止二十年了 可能应该有多少年 快四十年了 有吗 今天正好四十岁的生日 四十年了 对 作为一个企业界的长跑运动员 你有什么和大家分享的 应该我很幸运 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没有改革开放政策 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我又赶上了时代的步伐 做了对我历所能力的事情 一路上我也很幸运 得到各界政府的支持 和周伙伴的相助 客户的关照 全体员工的拼搏 和家人的理解和付出 借此机会 向大家一宾表示感谢 谢谢各位 今天我又特别幸运 有机会代表 昂州企业家 参加今天的 亚运好声音 细致来传言的 晚会现场 是 黄董 其实做企业 也跟运动也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说 一个企业家精神 和体育精神 你觉得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应该一样的吧 所以体育精神是更高 更快 更强 企业家精神和体育精神 应该是一脉相成 但还需要加一条 更长久 要长期主义 对 你说日本的企业 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对 他的唐朝到现在 却还活着 对 所以做企业好比 跑马拉松 七十四十年 紧紧跑了半马 我也很幸运 企业而健在 我而健在 所以我也还有机会 想全马进进 我深信 这个全马的后半层 将更加进行 任凭吃苦奶劳 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有更高的智慧 才能完成全马的赛程 当然 我也低于心 我不仅希望能够跑到终点 还想拿个名次 至少拿个高端制造的 单向冠军 成为全球 祝目的灯塔工厂 我们已经听到掌声了 谢谢 我觉得所有的企业家 都在非常的期待 我们的明年的奥运会 每个杭州人 期待明年的奥运会 我向王董所表达的 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心声 以所有杭州市民 所有的心声 谢谢王董 我们一起再努力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小波 谢谢威亚的分享 同时也要特别感谢 杭州市企业家协会会长 西子联合控股 有限公司 王水福董事长 王董事长要加油 要跑全满 要拿名次 要继续体育锻炼 那么西子是一家 从西湖出发 正在驶向世界海洋的 中国制造业企业 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折射出浙江经济 中国经济 直面挑战 坚定前行的身影 映照出了 韩州亚运会 对于杭州 对于浙江 带给中国的新的机遇 那如果说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制造 让世界为之惊叹的话 我们也相信 杭州亚运会的优美旋律 可以让全世界都听到 那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 具有实力 并且是兼具颜值和风格 一体的年轻歌手 为我们带来三首 优秀的歌曲作品 串烧表演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歌曲的演艺者 张远 高嘉朗 蔡成玉 为我们带来青春飞扬 共此时 以及祝福亚西亚 这是花旗的乐章 新潮 新潮在一起祈祷 新潮在一起祈祷 你听花开的声音 是我们青春的交响 这是花旗的乐章 这是花旗的乐章 热情在一起绽放 你看天边的彩虹 是我们的青春在飞扬 用音乐当做翅膀 飞跃辽阔的海洋 相信每一天 每一天 希望在前方善良 用音乐当做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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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过辽阔的天空 飞过辽阔的天空 诗里和风 一句暖意 相知无缘境 家会共东西 流河汤 三九归月 一片冰心 一片冰心 四海皆佳人 万里山为林 两四终生 一团和情 相知无缘境 家会共东西 五山海 何队 都会共同 三 cos 都会共同 争�� 不共同 混混 r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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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做好准备了 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亚洲各地的体育健儿 希望大家能够在杭州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来进享这次体坛的盛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请大家欣赏亚运项目的串烧表演 《玩具在杭州》 欢迎各位运动员来到美丽的杭州 这里有四季东美的西湖 古运的雷锋塔 世界稀有的西西湿地 以及最具有杭州特色的龙井茶园 希望各位运动员来到杭州 有最舒适的感受 欢迎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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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们带来一次特别的合作表演 掌声有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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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